近日,香港医院管理局港岛东医院联网总监陆志聪接受采访时称, 现实特区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措施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阻止输入型病例。 从公共卫生方面来说,香港政府应对的措施是对的。 自1月22日,香港公布首例新型肺炎以来,特区政府连续出台多轮应对措施, 包括停课、推迟上班日期、暂停自由行、减少机场航班、关闭部分关口等措施, 获得不少专业界人士的肯定。 我想从风险管理来说,从公共卫生来说,香港政府做的东西是对的。 现在做的东西,特别是最近公布的,肯定是比较有效的。 2003年SARS期间,香港首例确诊的SARS病人是在广华医院, 陆志聪时任广华医院的行政总监。 当时信息传播之后,香港对SARS并不知晓, 医生开始怀疑这种没见过的肺炎,很不寻常。 广华医院摸索出一套诊断防疫的措施。 在这种方式下,广华医院未造成大范围的传染病例。 广华的经验,在SARS期间被全港医院借鉴, 也沿用到了今日各大医院对新型肺炎的防护上。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要处理这个肺炎的情况, 应该是要走先一步,走快一步。 现在情况也可以,所以我们就这样安排。 在2003年在广华医院跟广华医院,我们也是这样的。 陆志聪并不认同将香港全部封闭起来。 作为一个全球知名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 以及知名的旅游城市, 2018年香港出入境总人次超过3亿, 而简单的一个封关并不现实。 当从公共会上的角度来说, 力度越大,效果越好。 但是力度越大, 影响其他越多。 也不是将整个城市封闭起来的, 不不成的, 香港是一个国际的城市, 我们不能够这样封闭起来的。 就封闭起来, 我们几乎也没有了, 我们大部分的持物啊, 各个人东西都是从外里来的。 陆志聪认为, 在万众一新对抗疫情的非常时期, 每个个人, 每个机构, 注意个人防护, 切断可能感染的渠道, 都是在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